大家好,歡迎大家回到文傑新時代頻道,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講講一些想移民黃絲的絕好消息 或者已經移民,要準備第二次移民 甚至第三次移民或潛逃逃亡 他們的一個好消息出來了 甚麼好消息呢? 就是加拿大那方面做了一個救生艇計劃 而這個救生艇計劃全面放寬了 只要移居一年便可以永久居留在加拿大 但連登仔不知為何踢爆這個騙局 而葉太也批評他們這個騙局 不是,這個計劃是亂來的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稍後都會和大家一起去看看 而這件事其實如果大家在兩個月之前都記得文傑和大家說過 BNO5加1這件事將會變成8加2或者8加N或者N加1 這件事之後呢 其實當時我已經說了 那沒事的 英國不受他們玩 那就到加拿大 到澳洲 之後他們就逐個國家住幾年 然後發展他們的一個世界難民的旅程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兩個月前的預言好像現在成真了 整件事到底又是怎樣呢? 我們一會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讚好留言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鐺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加拿大在日前宣布放寬香港人的救生艇計劃 也取消了他們一些不同移民計劃的申請者的學歷要求 只需要工作滿一年就可以申請永久居留 而我們的行政會議召集人新聞黨的立法會議 所以原業劉淑義就認為 加拿大這樣放寬法 是攬 攬到爆炸 也在批評這個政策抄我們香港的高財通 不過 我們是有學歷要求 我們是有賺錢的能力的要求 而加拿大是甚麼都沒有 加拿大只要有手有腳就可以了 相信是因為加拿大有不少問題 他們缺乏勞動力的問題 所以想找些年輕人走過去幫他們勞動 即是甚麼意思 找他們去做孤雷 很簡單 葉太就批評這個計劃是抄我們 還要抄到 抄得不好 然後尤其是水人過去 葉太經常都這麼好心 告訴大家 這件事是復的 復的 你不要說我不說 復的 不過這樣 即使說完都好 怎樣說都好 當時這個BNO計劃出來都好 五加計劃出來都好 當時文傑第一個已經出來說 他甚麼五加一 五完之後 加多少都不知道 五年之後 有沒有這個計劃都未知 五年之後 他們怎樣改 都未知 這個是玩他們的計劃 我在2021年的時候已經這麼說 早兩個月的時候我就說 英國修改BNO五加計劃到8加2 或者N加8 或者N加2 都好 沒有問題 為甚麼 因為會有其他國家 做一些不同的計劃去接力 當時我說 應該是 加拿大或者澳洲 他們會接力 總之一個一個來 總之每個地方玩你幾年 接著就到下一個地方接力 又玩你幾年 接著踢你走 再有下一個地方去接力 那不是全部都踢走的 收錦三幾千個 那便算數 做樣子都要的 是不是 而 接下來 發生的情況 就會是這樣 那些黃絲黑暴 回不到香港 回流不到那些 那怎麼辦 當然回流到的 會回流過來 不過可能是 反政府都不出奇 是不是 你不知道的 但有些人可能會看得到 外國他們是 當香港人人求這樣 當他們不是人 所以了解 還是香港是最好的 都不出奇 但有些人是回流不到的 因為他們回流要負上 他們的法律責任 所以他們不會回流 那不會回流 那那班會變成怎樣 他們將會變成 國際人求 踢來踢去踢去踢去 踢去踢去 他們經常說 為下一代 我不知道 他們是想為下一代 做黑衣 做一個無家者 做無國籍者 做些什麼 加利政府之前公布了 什麼香港人的救生計劃 的政策 新政策 基本上不管你什麼時候畢業 只要你過去做一年 或者做1560個小時 就會符合資格去申請 對於本身走一個 叫做Stand B 並且已經申請了PR的人 這個政策 完全對他們沒有影響 這個是連登仔自己說的 但他說 今早震撼彈一出 身邊很多人都有很大的反應 因為本身走Stand A的朋友 決定馬上不讀書 有一些本身是2016年的苦主 打算行一個Express Entry的朋友 立即是感動樓梯 覺得自己是守得雲開 見越明 又有個香港的朋友 要立即飛過來加拿大 問這個連登仔 有些Stand B的申請 是需要什麼文件等等 跟著他說 正正是因為現在 香港人移民的門檻越來越低 離開香港成本亦都越來越少 一定會有更加多的人 是心動動想走出香港 想移民的 他就說他寫了一篇文章 就說是出於一個 在溫哥華生活了二十個月的 建習老華僑的身份 OK 但他承認自己是華僑 OK OK 連登仔都承認 他說 分享一下這邊的生活感受 給那些連登仔思考一下 到底其實他們適不適合過來加拿大 第一 生活成本 他說 首先 雖然說自由誠可貴 但現實來說 怎麼都要有銀用才行 本身他說 他在香港大約賺2萬港幣 大約是2,800至3,500加 即是加指 即是港幣的 不知多少錢 好像乘以 乘以5左右 差不多 OK 總之就是 16,000至2萬元左右 大約是16,000至2萬元 所以他說 他的收入 落差不至於令到 太難接受 不過他說 太多網友說 這裡最低工資只得2,000卡 他說 因為他打過很多份不同的工 加起來 大約是2,800至3,000卡 但他說 如果說生活成本的話 加拿大真是貴過 香港好肯好肯好肯多 香港 地貴 當然 貴都是貴樓價 不過chip的生活 10元魚柳包 50元茶餐 300元剪過法 大佬 300元剪過法 OK 即是 我chipchip的 可能是我剪法 OK 他一半價錢 只有 50元茶餐 可能我有chipchip的 我都是吃30多元茶餐 OK 他說 有時奢華起上來 就400元按個摩 按個摩 400元按個摩 我大陸也是80多元 隨便 可能他們chipchip的 你奢華 對於我來說是極奢華 好嗎 然後又說 對於小資90系的朋友來說 都不會是一個難事 即是在香港的話 但如果想去到加拿大 過差不多的生活水平的話 在加拿大起碼要賺多一倍人工 還要說你是越賺越多 扣的稅亦都越來越多 身邊不少 如果要做專業人士的朋友 一個月賺5千卡 即是大約3萬港幣左右 扣完稅之後可能剩下七成 如果用了2千卡去租屋 加上衣食住行隔壁 就跟朋友出去卡普玩玩 可能儲到幾千港幣一個月 已經比飛街了 對於他來說 來到這邊 因為外出吃飯太貴 所以養成了take away的習慣 好像十七卡是一個米線 會把湯底拿走 帶回家 自己再煮兩餐米線 是等閒的事 噢 大哥 OK 即是在那邊 你捱雷仔捱到 即是積感的樣子 然後你說 在那邊自由呼吸很棒 你繼續捱下去 他說 不要跟我說這樣不健康 因為為了省錢 有時候又想吃一下好西 只能夠這樣省下去 然後這樣花錢 覺得適合一點 噢 出去 吃頓飯 然後要打包 然後拿回家 要分三餐吃 你以為是甚麼好西 原來是一個米線 還要打包湯底 還要這樣叫做吃好西 因為外國的生活真是非常之 令我很不期待 接著他說 所以如果你在香港本地 賺幾皮東西一個月 過著中產生活的朋友 來到這邊 仍然是想賺很多錢 仍然幻想好像在香港 可以大富大貴的話 你真的要想清楚些 你可不可以接受 賺錢少了些 再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質呢 例如醫食住行 不過這裏 呼吸的空氣好些 他說 噢 第二個問題 他說治安的問題 雖然他們覺得香港的 現在 不是好 叫做治安不是很好 有人打劫 有人拿刀 砍油等等 不過這些都是個別個案 對比起北美來說 真是比不上 温哥華來說 有條國際知名的 叫做什麼 East Hastings 那些東西 不知什麼 街來的 他說以前整個街 都住了很多的道友 等等的東西 又有一些homeless的 叫做帳墨 最近政府把他們滾走了 部分又四散到其他的地鐵圓線那裏 所以這邊公然拍針 吸毒的朋友 是通街都是 噢 他還要認識朋友 OK 好 他說最近才去完多輪多 跟大部分北美城市都是一樣 有春擊案 有斬人案等等 不過這樣好啊 好在沒有美國那麼瘋 噢 但是都可以說了 即是幾日一小丹 那樣 就當地人都是習以為常的了 講著 即是每一個攤都幾日一小丹 是啊 OK 所以他說 如果你想好 好 你想好自由 這樣 在天黑的時候 到處走的話 除非你有車 如果不是的話 基本上 沒有人敢這樣做 第三 他說悶 一個字不悶 加拿大 悶不悶 這件事是因人而異的 他說 以前在香港住的時候 覺得香港很悶 但是來到 叫做 叫做 溫哥華之後 才覺得自己 太年輕了 原來 他說很多東西 沒有了 才懂得珍惜 好像是晚上可以下街 刺魚蛋 晚上下街 刺魚蛋 我會懷疑你是 刺什麼魚蛋 隨便 隨便 跟著說 要城市 有城市的生活 在香港 要大自然 也有大自然的生活 很多人選擇溫哥華 因為有natural 即是有些自然的食物 但首先 你先不要說你是否natural 你一定要有車 另外 你喜歡陽光與海灘 就一定不用想 因為海灘的水都幾熱 哦 如果是冷的話 都幾冷 還要是髒的 多倫多 就跟香港的感覺差不多 但城市多娛樂 但就沒有natural 想找我三望都很困難 但這件事真的很過人 因為我都認識一些朋友 本身是在香港 嚮往比較靜的地方 所以來到這裡就比較享受 但對他來說 就有點悶 第四 發展前景 他說雖然排到第四 但他覺得這件事 是最困擾他的 他說很多朋友本身 在香港做專業人士 例如工程師 會計師 老師 律師 醫護等等 可能是考到一個牌 可能來到 考到一個牌 大家有幸 可以做本業 可以撿到業 但如果對日跌 做不回老本行的人 好像是他的朋友 在這裡的出路 就覺得少之有少 而溫哥華來說 這裡是比較多一些 service sector 很多local都打幾份工 去做service 然後賺多些tips 貼市的錢 不是說生活不到 但你想不想過這些生活 多倫多 聽上去好像是 發展多很多 但也有很多 ID和金融界的朋友 是做不回老本行的 發展幾個月 CV都落去 垃圾桶裡 沒有回音 迫著要做neighbor work 或者低學歷工種 維生做住 但一做都做了幾個月 甚至乎整年 相信他都做不回本行 如果你想創一些大事業的話 只能夠說真 香港真是遍地黃金 以前都不明白 但離開了香港之後 終於都明白了 要發展的前提 其實首先是要救人多 救多錢 救多開創性的思維 救多機會 不是的話 說什麼都假 所以在加拿大 你真的想創一番事業 你說什麼都假 總結 這四個項目 他覺得移民加拿大之前 要給大家認知的真相 因為有太多朋友 滿心歡喜 想著走爛 或者順便拿一個加息等等 但如果心態是不準備好 只是會由一個所謂的地獄 跳下去下一個地獄那裏 噢 然後他就說 這樣的話去到哪裏都不信心 所以說真的 這些是心態的問題 他覺得別人的地方好 其實香港事最好 他們是不知道 然後他說 所以他覺得最重要的是 他們那些年燈仔要問問自己 是不是真的這麼想走 是不是真的非走不可 為什麼要這麼想走 如果你問了自己 問了自己N次之後 都是say yes的話 那你就可以思考一下 究竟你去哪一個地方會好些 以及怎樣部署自己的移民計劃 那就不會來到這邊 因為種種的落差 而覺得有期望的叫做落空 他說最後利身一下 他都很喜歡香港的 過來就是為了自由兩個字 所以吃得鹹魚就抵得渴 路一定要走下去 是一定的了 過了來就頂硬上 鬼叫你窮什麼 一定不可以回香港 相信他應該是犯了事 如果不是的話 他一定不會回香港 即說他連旅行都不會 探家人都不會 可想而知其實 他是犯了事 OK 接著也有些年燈仔就說 加拿大的永久居留 是一種只可以在加拿大 留在這裡的資格 擁有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的日 不是加拿大的居民的公民 但是可以在加拿大 無限期地停留生活和工作 永久居民需要在1825日 即是五年裏面 最少要在加拿大停留730日 即是兩年或以上 否則的話 這個永久居留身份 是會可能失去的 是會可能失去的 所以這個所謂的永久居留身份 其實是留住他 住在那裡 但是其實不是一個公民的身份 所以他們只有一個永久居留的身份 而他們是沒有加拿大的福利的 所以說 要叫他們想清楚 那 不要緊 他們可能想得很清楚 因為有些人不是現在 在香港還要走的 我相信他們是要吸納一些 在英國那裡生存不到的那幫人 要吸納去加拿大那邊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都是玩他們的 二次的潛逃 二次他們所謂的流亡 二次的移民 甚至乎是三次的移民 都是想浪費一下他們的時間 看看他們在哪裡留得低 就是在台灣留得低的 留台灣 留不到的去英國 在英國留得低的 繼續留在英國 留不低的 那就去加拿大 最終在加拿大玩幾年之後 澳洲可能又會放寬的 跟著在加拿大留得低的 加拿大 加拿大留不低的 就去澳洲 澳洲都留不低 那怎麼辦呢 可能他們又會回到英國那裡 又試一下 跟著去哪裡 去隨便 到時你會見到一個循環在那裡 那些人就會變成一些國際難民 國際的無家者 國際的無國籍者等等 那最終 一定有人會回流回香港 不過那些人就會浪費了很多的時間 甚至乎他們回流回香港之後 可能他們什麼都沒有了 到時要納稅人接濟 即是說要政府去接濟 我相信這件事發生的機會率都很大 你知道文傑的預言 基本上都中到啪啪聲 所以大家要看看整件事 最後是會玩成怎樣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想法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件事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留言訂閱文傑親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